意大利投资卡尼的首都佛罗伦斯 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诞生地 拥有很多珍贵的历史建筑 及艺术产品丰富的博物馆 当年诗人徐志摩来佛罗伦斯度假 好览当地景色艺术及建筑 因而触发内心美得激动 便将佛罗伦斯的意大利语 Filenze翻译成肥冷脆 较接近意大利语 并写下了肥冷脆的一页 及肥冷脆三居闲化等两片闪蚊 佛罗伦斯被阿诺河分割成南北两岸 可沿着河岸体验一下徐志摩的肥冷脆 在暮色笼罩的清晨 由旅店向西南漫跑出发 穿越圣母领包大殿 来到圣妈河广场 经过新圣母大殿 及新圣母大殿广场 穿越阿诺河的阿拉桥 来到南岸 远眺北岸黑暗中透着微光的圣百花教堂 来到圣山一桥 其桥头的雕像 以黑暗中的蓝色曙光为背景 更显出神秘与神圣的感觉 远眺黑暗中亮着灯的老桥 这是意大利现存最古老 由十块砌尘的渊湖拱桥 桥上的建筑是珠宝店和纪念品贩卖店 经过乌飞之美术馆 再回头很快的 也可看到天亮中的老桥 来到恩宗桥 远眺对岸的城堡博物馆 天图也可看到许多慢跑的人 来到圣丽可罗桥 向北转往北卡利亚广场 天图摆设有纪念铜像 来到英国公墓 最后回到出发点 全程约6公里 跑跑走走停停约1.5小时 阿弥陀佛丽可罗桥 阿弥陀佛丽可罗桥 阿弥陀佛丽可罗桥